2009年12月4日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F-15在着陆时 机轮没有正常放下 导致右后侧机体接触地面着陆 据日本共同社12月7日消息 这架日本F-15战机 是在石川县的航空自卫队小松基地着陆时 机父忽然与跑道接触滑了出去 日本航空自卫队负责人表示 事故原因在与飞行员着陆时 忘了放下起落架 很可能是人为失误 据悉 该飞行员在被航空自卫队调查时称 在进入机场附近空域后 认为已经完成了放下起落架的操作 随后就进入了跑道 按照设计 如果是F-15战机在着陆前 出现了未放下起落架的情况 机载的警报器 会立即发出数十秒的报警声 但该飞行员很可能没有注意到 另外 战斗机着陆时 按照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规定 地面管制员和地面其他飞行员 也会确认降落的飞机 是否已放下起落架 航空自卫队随即对所有飞行员 进行了飞行基本操作程序的指导 除紧急起飞等任务外 一度全部停飞的F-15战斗机 将依次重新开始飞行训练 航空自卫队表示 该飞行员是一名资深飞行员 在事故发生时 正在指挥九架飞机编队飞行 事后 日方调来起中机 将这架F-15J运走 将其安放在平台上 维护维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